大家好 我是Kirgo 大家好 我是2019年新年快樂 很久沒有常傳文化篇 不好意思 因為近年尾去了旅行放假 所以沒有上載文化篇 另外 我剛年尾去了福岡旅行 拍了很多影片關於貓島 希望盡快可以整理好 就快點分享給大家 因為這次的旅程實在太完美了 又有好的天氣 然後又能夠成功搭船去南島 希望可以分享我在貓島上 遇到的每隻貓 給大家看一下 回到N2的文法 大概還有十個文型就完成了 希望這兩個星期可以完成 第一個我們要說的文型就是 前面很簡單只是跟著名字 表示除什麼之外 大家看到漢字寫著這個除字 就很容易記得它 這個是屬於書面語 即是除了什麼之外 就像這個日文 所以我們看一下這裡的例子 日曜日を除いて毎日働いている 除了星期日 每一天都工作 簡單來說就是回六天 然後星期日就放假 這樣的意思 然後第二個要說的就是 おめぐって 或者おめぐり 前面都是跟著名詞 表示圍繞魔物的意思 這個文型的技法就是 基本上你看到 めぐって 就是跟一些討論 或者議論 真論有關的時候才會用的 所以是兩個人以上的時候 才會用到這個文型 例如這裡的例子 医療制度の改革をめぐる 議論が高まっている 圍繞醫療制度的改革 討論是越來越激烈的 這裡有些書會寫 めぐって 是關於 我覺得用圍繞 或者討論 去記會比較容易分別 因為有幾個文型 都是關於這個意思 就比較難記 好 今天就講多一個 因為講完這個 文型就完了 下一部分就會去講敬語 最後一個要溫的文型 就是 おもとり 或者是 おもとりして 前面都是跟著名詞 以媽媽為基礎 或者以媽媽為依據 大家記得這個 摩多有個機字 這樣的漢字的時候 可以記住 是以媽媽為基礎 這樣的意思 留意這裡 也是一個固定的 一般是小說 新聞 或者對著一些 前輩 你才用的 在朋友之間是不會用的 我們就看一下這裡的例子 這個小說 是 這小說 小說 是 聽說這部小說 是根據作者的 親身經歷而寫的 這裡 即是以媽媽為基礎 以媽媽為依據的意思 以 住者的實體驗 來寫的 這本書 那N2的文化 就溫到這裡 即是我們明天會溫 他敬語的部分 那如果大家想繼續 和我溫書 和稍後跟我一起溫N1的話 就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幫我留言 讚好和分享 那如果想溫生自家的朋友 可以去我的IG 另外想看多些香港日本資訊的朋友 就在Facebook 那我們明天再見 再見 再見 拜拜